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绝对是第一批下岗的员工 而且这类人还特别倒霉 总是会时不时遇到破财事件 比如说走路上丢钱 买东西被商家坑骗了等等 他们一辈子都过得紧紧巴巴 很难赚取丰厚的钱财 更没办法实现财富自由 到了年老的时候收入会更少 再加上体质不好经常生病 所以肯定会陷入没钱花的窘境中 可能需要找人借钱度日 建议这类人在年轻的时候 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 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站稳脚跟 二 有肩胛骨下端有致 有肩胛骨下端有致的话 说明这类人偏财运势平平 哪怕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依然没办法获得可观的收入 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 每次都极为谨慎小心 但还是会出现亏损 如果将全部钱财都放进银行的话 虽然不会亏钱 但收益会少得可怜 而且这类人老是芭蕉 特别容易相信和依赖身边的人 所以极有可能会被朋友骗遣 在与朋友合伙投资做生意的时候 到最后对方将卷款潜逃 另外这类人六亲缘分浅薄 不但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庇佑和恩泽 相反还会被各种吸血和扒皮 小的时候他们需要赚钱给父母 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 进入职场后 家里的兄弟姐妹会经常来家里蹭饭 还会肆无忌惮借钱 这些都会让他们出现一定的钱财损失 三 伪追有志的话 说明这里人不但没本事赚大钱 而且还特别喜欢挥霍 每天不管有事没事 总喜欢疯狂剁手买买买 到最后肯定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他们平时很爱攀比和嫉妒 只要看到别人买了名牌包包和限量版球鞋 那么自己即便手里没钱 也会通过超前消费的方式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丝毫没有勤俭持家的理念 会随意浪费水电 出门不关空调 不关灯 这样每个月肯定都会耗费特别多的额外支出 所以这类人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穷一生的命运 那么就要树立勤俭节约的理念 还要努力开拓赚钱渠道 不要特别懒惰 除了经营好自己的主业外 肯定也需要适当开拓副业 这样收入才会更多 生活才会变得愈发宽裕 4.脊柱周围有致 人的脊柱是一个人的脊梁 在体像上象征一个人的事业运及正财运 若脊柱周围有致的话 代表事业上容易受到一定干扰 且正财方面也有一定的损耗 长有此质的人 事业及求财方面会遇到一些波折 但大体趋势还是好的 故此质又被称为事业波动制 另外 女性脊柱周围有致的话 代表其爱情之路有些坎坷 其姻缘大多在外地 可能会远嫁他乡 2.背上八颗吉祥痣千万别点 1.肩胛骨上有痣 肩胛骨上的痣被称为田宅多禁痣 代表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肩胛骨就是双手向肩后 轻松就可以触摸到的突出的位置 这种痣通常是成对长出来的 长了这种痣的人 无论男女都可以依靠祖辈 房屋类不动产多多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最重要的是一生无忧无虑 逍遥自在 2.脖子和肩连接处有致 脖子与肩连接位置的致向 这里是钱财与命运的交界处 这里的致向代表钱财会通过中间人的帮助 签到订单与业务 在后背脖子和肩的连接处有连续一颗三颗痣 长有这种志向的人不论男女 都是自幼聪明好学 文采出众 尤其是有侠肝易胆 不畏艰苦 一生受人敬仰 肚致正中后背的志向 与我们的先天智慧有关 这里是生命的关窍 这里的志向代表生命的动力 与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度与体验度 由此志向的人 无论男女 都是健康长寿之人 其人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 见多识广 人缘甚佳 而且是越老越有福 欺贤子孝 受人尊敬 四 后背腰上有志 古诗喜欢用腰缠万贯 形容一个人有钱 除了是因为古代人 喜欢将钱串起来缠到腰上以外 还因为腰部在相学中也代表着一个人的才气和蓄财能力 如果后背腰上长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沉稳大气 做事很有尺度和把握 特别沉得住气 遇事不慌乱 很有智慧 还特别善于打理钱财 天生就有着很强的经商天赋 非常善于做生意 特别会挣钱 聚财能力非常强 五 背部边缘有志 在这个位置有志的人 其家庭运势不是很顺利 会经常和家人发生争执 中年时期性欲下降 会引发一些家庭矛盾 但是相对来说 财运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那么还是会有所收获的 六 后背左竖级长智 这种人是出了名的好命 大多数自小家庭环境不错 有思想有能力 目标坚定 不会做无用功 如果是男人 继承组业就可得到一笔不小的数目 年轻时候胆量十足 敢闯敢拼 事业有成 前程似锦 这类人能文能武 可从事作家或者政治家的工作 这类人眼光独到 钱财不外露 如果是女人 事业上有很好的发展 是富贵 但性格强势 喜欢控制别人的思想 做事做人比较自我 不管是婚姻上还是爱情上 容易受挫 太直率坦白 会让对方觉得不够体贴 建议可以用一些催忘婚姻的红绳 来摆脱单身 找到一个能容忍你臭脾气的另一半 还可以斩断烂桃花 这种人的一生 可以用堪比神仙来形容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这类人大多数心地善良 与人相处友好 虔诚无忧 如果是男人 必定是健康长寿之人 年轻时候见多识广 朋友众多 事业一般 需要等到时机 只要到了晚年 必定是突飞猛进 运势高涨 福气满满 亿万富翁像 如果是女人 性格单纯 为人大方 做事洒脱 嫌妻两母一个 晚年运气很旺 儿孙满堂 妻嫌子孝 衣食无忧 8.己诸正中有志 己诸正中有志 代表有贵人提携 或者自己有领导能力 做事积极主动 具有追求驾驭钱财的能力 如果这颗智掌在后背脊柱的正中间 那么不论男女都是富贵之命 小时可得到父母的庇佑 并可继承祖业 成年后往往可事业有成 虔诚无限 到了晚年可安享儿女之福 人一生的运势好坏是需要综合分析的 其中包括很多方面 不必只看重志向 只将其作为一个生活的参考就好了 如果因为某颗志的好坏 而打乱了日常的生活 便有点得不偿失了 如果命运有不顺利的方面 就要从自身去找原因 不要向外抱怨 正所谓找他人的好处 打开天堂之路 任自己的过错 关上地狱的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